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天津北辰区京津公路的南仓桥下 在桥下这块地方,我看设计还是挺有特色的,就过来看一看 这应该是这块就称为园区吧,这块园区的正门 中间的牌子写着南仓敖三个字 我现在来到了这道园区的后方 从这个后方给大家看呢,我觉得更直观一些 关于这道园区南仓敖起名的由来,我是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但如果根据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熬字就是收藏粮食的仓库 而南仓这个地方,在元朝明朝的时候,就是草运码头和储粮的地方 也是跟北仓属于当时储备粮食的两个大仓库 这个园区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修了一圈非常像城墙的这种样式 还有很多的这种堕口 这种建造的创意,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特色的 而且在桥下建这种创意园 也是可以丰富市民们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而且到了夏天,桥下的这块地方也可以成为市民们纳粮消暑的这么一个好去处 前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类似于战古形态的这么个雕塑吧 这上面呢,写着一个字,琴字 然后在这种园区的两侧,还各有三座这种战古式的雕塑 像这个字呢,就写着旗字 底下就是围席当中的黑白旗子 然后这边呢,写着储字 另一侧,这古雕塑上写着卫字 这边写的是赵字 到这里呢,我们也能了解到 这七座古雕像上的字 当时战国时期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他们的国号 分别是秦其储,燕赵寒位 而在制作创意员的正中间,写着秦这个国号 可能也是寓意着秦始皇扫媚六国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而且我们看这古上国号的字体,也是用这个小传来写的 我们都知道,在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之后 他也是统一了文字 规定所有国家都需要用秦朝的小传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看啊 也是可以寓意着大秦王朝啊,傲视群雄 其他这些国家都需要向自己的大秦帝国俯首称臣的意思 这个上面就是南苍桥啊 不知道设计这座创意员的人呢,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感觉,这么个摆放,应该是这个意思 当然啊,历史啊,确实是这么书写的 并且,虽然秦朝建立之后,成立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 但其实这个朝代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说这座战国时期的文化创意员 感觉设计的还是挺有风味的 好了,那咱这期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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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